美伊谈判,伊朗或将释放美国囚犯 据纽约时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一项协议 以换取5名被监禁的美国人回国 美国将会解冻伊朗在韩国 约60到7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 目前呢,伊朗已经将5名美国人 从监禁改为了代价软禁 美方的说法是,这5名美国人 实际上持有美伊双重国籍 但伊朗并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说法 只是将他们认定为美国国籍 而这5人此前被伊朗政府指控犯有间谍罪 并遭到监禁 而伊朗方面放出的消息 与美媒的版本有些不同 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的独家报道 早在一个月以前 囚犯交换的程序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伊朗方面的说法是 将有4名美国公民被释放 以交换同等数量或更多的伊朗公民 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称 美国将释放美国监狱中的5名伊朗人 以换取伊朗释放的5名美国人 同时在韩国首尔被冻结的资金 将被兑换成欧元 存入在卡塔尔银行建立的账户 以供伊朗使用 在完成资金解冻并转移前 美国囚犯不会被真正释放 可能大家有点奇怪 什么时候伊朗还在韩国有笔钱了 实际上伊朗曾经是韩国主要的石油贸易国 2010年伊朗在韩国的银行 开设了韩元账户 收取向韩国出口原油的货款 双方的贸易一直都是正常进行的 虽然有受制裁的风险 但在伊核协议达成后 石油贸易基本是相安无事了 直到2017年 特朗普上来后 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 并于2018年对伊朗相关石油贸易发动制裁 冻结了其在韩国设立的贸易账户 而该账户中约有价值60到70亿美元的资金 这是韩国向伊朗支付进口石油的款项 但美国一制裁 这个付款渠道就断了 伊朗方面也多次向韩国索要这笔资金 而关于恢复双边石油贸易的事情 也在谈判当中 然而这事显然不是韩国自己说了算的 必须得美国开口才算话 所以这件事一直就拖到了现在 目前市面上还有一些小道消息称 达成此次卧权的中间人实际上是卡塔尔 这消息没得到官方证实 但从侧面来看 款项是要达到卡塔尔的银行账户上的 再加上沙伊和解的氛围 这可能并非是空穴来风 这消息乍一看 好像伊朗和美国关系是要缓解了吗 可能并非如此 美国和伊朗此次达成协议 更像是一种惯例 美国不是电影里那种美利坚战英演的那样 不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 但现实中 真由美国士兵或民众 因军事政治原因成为了阶下囚后 美国会选择谈判 乃至付钱将人换回 此外 美伊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低谷 除非美国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否则很难看到双方的关系好转 今年4月 美国扣押了一艘伊朗邮轮 而作为报复 伊朗方面也开始扣押 与美国石油贸易相关的邮轮 目前 局势升级到了 美国将派遣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保卫邮轮 不过这事儿让人有个疑问 美国海军在哪儿呢 为什么不派军舰护航呢 无论如何 双方的关系仍未出现缓和的迹象 伊朗也没有暂停发展核能力的意图 不过 双方仍然维持着某种程度上的斗而不破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交火 虽然这种风险仍在上升 那当然最好的结果还是能让美国回到伊核协议的框架当中 双方达成君子协定 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而伊朗方面承诺不发展武器及核原料 不过呢 美国的政治局势恐怕不允许拜登这样做 向伊朗妥协会被视作一种软弱 所谓的向极权国家低头 即便民主党同意这么做 共和党也会将此事作为拜登的把柄大肆攻击 总的来说 此次事件可以向外界传达出一个信号 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虽然很差 但也没到尼苏我国的程度 在部分事务上还留有斡旋的余地 双方就邮轮扣押 核能力叙利亚等问题 进行彻底军事叹排的可能性 应该没有那么高